春天是繁殖植物的好季节 想加快繁殖植物的速率 和提升繁殖的成功率 那植物生根叶是必备的 这个就是我们原来前叉的月季苗 它现在已经长得很大了 就是用了生根叶 那用植物生根叶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它可以提升啊 这个光感插入土壤当中的生根速度 加快的速度远不止一倍啊 可以大大的提速 这样的话呢 植物的细胞容易被激活 它生根的速度快 成活率自然就会越高 所以啊 如果你自己比如说扦插月季老不成活 你买一瓶回来试一下 一用就见效 那下面呢 我教大家一个生根叶省钱的用法 首先准备一个杯子啊 容器加入500毫升水 这500毫升水啊 不用太多就够了 不要想着说我一定要多一点 多一点浪费钱500毫升就够 因为呢500毫升正好是10滴 营养啊这个生根叶 看好啊 一滴 两滴 三滴 四滴 五滴 六滴 七滴 八滴 九滴 十滴 最后多了一点点没有关系 然后呢 给它搅拌搅拌 好 它是溶于水的 一搅就溶于水很快 然后呢 你不是要牵插植物吗 你抽一天啊 把这个插碎全部处理好 一次多处理一点 然后呢 像这样一只一只的全部都插进去 我举例子啊 我随便拿个这条举例子 如果家里就是要牵插的多 就一次都插进去插满 有多少插多少都可以给它插满 全部插在里面 让它浸泡 为什么说要这样做呢 就是比如说你要繁殖很多种植物 你就抽一天把它都处理好 一次的给它泡 你不要今天配一次 明天配一次 所以说它一次才用十滴而已 这一瓶可以用很久 放在家里就可以了 像这样省着用 一次多一点植物一起繁殖 这样的话 就很省钱 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像这里多插一下 浸泡一下 浸泡个十分钟二十分钟 拿出来直接枪杀繁殖 生根速度快多了 很好用